狼牙榜中 倪黄和梅昌苏的爱让人一难平 他们是未婚夫妻却不能相爱 大结局一封信更是赚足了大家的眼泪 原著中 倪黄和梅昌苏之间更虐 不仅没能再续前缘 倪黄还嫁给了孽独 共同驻守东径海房 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家接受不了 剧本并没有过多描写捏夺 再次重温剧情才发现 梅长苏对倪黄大多只有青梅竹马的兄妹之情 真正爱过的人其实是公语 十三年前 太皇太后见林淑和倪黄两小无猜 便对二人定下亲事 后来林大将军被陷害去世 林淑死不见尸 林淑的复仇计划用了十三年 倪黄也等了他十三年 十三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却没能改变倪黄的心 所以才会在见到梅昌苏的第一面 就认出他就是自己的林淑哥哥 在太皇太后眼中 梅昌苏依旧是那个备受疼爱的小叔 于是当太奶奶紧紧牵起他和倪黄的手 并亲切地问他俩什么时候成亲时 梅昌苏的眼角闪过旁人察觉不到的热泪 他以为别人注意不到 其实倪黄却懂了 林府顾地重游 梅昌苏满脸都是遗憾与悲痛 慕王府梅昌苏亲手为他摘掉身上的梅花 以及熟知那么多有关倪黄的喜好 都让倪黄开始怀疑 眼前这个梅昌苏究竟是谁 直到他被骗喝下情思绕 知道营救之人其实就是梅昌苏之时 倪黄的心彻底乱了 长庭之上梅昌苏主动表明身份 终于给倪黄一个解脱 如果梅昌苏瞒不住他 那就让林叔来劝劝他吧 倪黄对梅昌苏身份的步步紧逼 让他知道自己再怎么隐瞒也没有用了 于是两人拥抱相认 倪黄隐藏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终于全部发泄 那是一种相思到极致的痴情 最动人也最难以割舍 一曲红颜旧 道尽物是人非物转心仪的悲哀 难能可贵的是情意依旧 爱人仍在 倪黄第一眼就察觉梅昌苏不对劲 用的是他对林叔多年的爱 但是他和林叔有婚约的时候 也才十三四岁 哪里懂得爱情是什么 很快 林叔的死讯传遍天下 两人再也没能见面培养感情 等到林叔变成梅昌苏之后 他的内心早就被复仇给沾满了 和倪黄之间的感情只能暂时搁置 如果非要问梅昌苏爱不爱倪黄 只能说没有倪黄爱他的多 一个人的生命中能有多少个十三年 十三年中 倪黄成了人尽皆知的女帅 他浪费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来等待林叔 而林叔却面目全改 为了成为狼牙榜首步步为营 又谋略让大批武林高手归顺 成立江湖第一大派江左蒙 也结识了另一位大美女龚宇 龚宇一出场就惊艳了很多人 与倪黄英气霸道的气质不同 龚宇清秀飘逸 是一个纯纯的小可人 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让京城无数达官贵人为之向往 秦义再加上长相 龚宇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头牌 虽然身处妙音房 龚宇却并没有被大环境给腐蚀 他卖艺不卖身 痴痴暗恋着梅长苏 就是这个让无数险贵魂牵闷绕的美人 爱上梅长苏 且甘愿放低姿态 由于太过于思念 龚宇没有禀告 就来到梅长苏的住所 谁知梅长苏却早早睡下了 他不怕被责备 甚至说 若能见到宗主一面 哪怕被责备也无所谓 可现在既然见不到 我又何必白惹他生气呢 本来是抱着被挨骂的心态 不管如何也要看看梅长苏 究竟伤得如何 可得知他睡下之后 龚宇还是忍住思念 不愿意去打扰所爱之人 梅长苏虽然是个病秧子 但早就看出来龚宇对他的心思 于是便故意把龚宇支开 减少二人见面的机会 谁知龚宇竟然女扮男装 跟着梅长苏外出狩猎 宗主离开京城 真大哥和梅多主都不在身边 我放心不下 一句放心不下 道出了龚宇心中的情 他明知梅长苏不允许 却还是要出现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宗主安全 却忘了他只是一介女流 就算武功再高 能挡得住千军万马吗 三月春围 仍旧撂翘寒冷 就算梅长苏再三驱赶 龚宇还是在他门前站岗 守护着自己的宗主 如果不是郑主霓皇出现 用他那句威严霸气的话 来更换护卫 固执的龚宇 还真的会呆到春围结束 龚宇对梅长苏的感情 整个江左盟都知道 令晨也千方百计撮合二人 他知道梅长苏担心自己 给不了龚宇他想要的一切 劝他不要考虑长远之事 活一天就享受一天的快乐 龚宇从天牢出来之后 万分自责 令晨就建议梅长苏去安慰安慰他 谁知梅长苏却说 我不安慰他会怎样 不怎么样就是心里难受呗 既然不怎么样 我又何必去招惹他 现在给他希望 他将来就会更失望 这段对话中 梅长苏没有阻止龚宇爱上他 而是担心自己给不了龚宇幸福 以后会让他更加痛苦 其实不是龚宇得不到爱 而是梅长苏不能爱 他的复仇不允许伤害任何无辜的人 其中当然包括帮了他那么多的龚宇 梅长苏对龚宇不是没有爱 而是隐忍地克制的 为了让梅长苏更好入睡 龚宇会坐好香囊 让十三先生转送 当梅长苏来妙音坊听曲子时 龚宇害怕他会冷 早就准备好了暖店 夏冬和聂峰相认不能相见时 龚宇为了疏解梅长苏心情 甚至愿意易容顶替夏冬坐牢 这庄庄渐渐 龚宇的种种付出 早就被梅长苏看在眼里 再加上龚宇的样貌和能力 正常男人不动心才怪 龚宇本是华族女子 所以才会易容之术 他本以为隐藏这么久 梅长苏会生气 谁知在他认错之时 梅长苏只是一句冷冷的 我早就知道了 因此龚宇也是梅长苏 复仇大忌中一枚重要的棋子 想要推翻十多年前的冤屈 梅长苏必须要对付的 就是谢玉 但是谢玉背景雄厚 在朝中势力非凡 想要动他简直难上加难 但是有了龚宇 梅长苏就找到了 对付谢玉的突破口 甚至能够完全瓦解他的势力网 龚宇的父亲是江湖鼎鼎大名的杀手 绰号相思 当年谢玉用手段和已经怀孕的丽阳公主成亲 表面上他对丽阳百般呵护 甚至不计较丽阳的过去 谁知竟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他既于丽阳的美貌 却又不愿意喜当爹 于是便派杀手相思 悄悄杀掉丽阳的私生子 丽阳临盆那晚大雨瓢泼 与他一起生孩子的还有天泉山庄的夫人 混乱之下 相思犯下大错 把天泉山庄卓家的孩子给误杀了 相思的无意间促成 让丽阳将错就错 他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为了保护亲生儿子 甘愿给孩子取名为萧锦锐 成为谢家和卓家的两性之子 谢玉和卓鼎峰也成为好友 后来谢玉知道相思其实杀错了人 萧锦锐是丽阳的亲生儿子 就打算找到相思让他善后 但当时相思的妻子也身怀六甲 他不愿再平天业障 便带着妻女避开谢玉隐居 谢玉为了谢愤 一气之下找到相思一家 相思为了保护妻女 最终死在谢玉手中 公宇从小谨记母亲的教诲 带着仇恨情家学义 但天有不测风云 母亲也在他年少之时离开了 公宇孤苦伶仃长大 从小女生成为妙音房头牌 她的人生几乎充满了黑暗 所以梅长苏的出现 才更像是她生命里的一束光 为了梅长苏也为了自己 公宇勇敢站出来告诉卓家人真相 让他们知道谢玉一直以来的好意 都是伪装的 只不过想要得到他们的势力罢了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 此罪难消 我既然能找到谢玉报仇 你们也能找我报仇 公宇知道父亲作恶多端 由此结局怨不得别人 要怪只能怪她不该接谢玉的活 但是公宇可曾想到 一旦她找卓鼎峰一家说明真相 自己就会受到卓家追杀 可她却是无辜的 为了梅长苏 就算献出生命又何妨 冤案推翻后 梅长苏终于能自在地生活 但是为了加国 她还是选择征战沙场 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 就当是为赤燕君而战吧 就当是为了自己而战吧 林书明白 此一去很可能是天人两别 于是便给霓皇写了一封绝笔信 而这封妩媚亲戚的信 却是由公宇送到霓皇手中的 公宇是霓皇的情敌 梅长苏这么安排有何生意呢 第一就是告别 告诉霓皇自己不能再见 她最后一面了 就连信都得托别人来送 今生没完成的诺言 来世有机会继续补偿 第二是主妇 霓皇早就过了婚嫁的年龄 之所以为了等自己 才白白浪费青春 如今由公宇来送信 两人本来就是情敌 也是林书在告诉霓皇 我的生命中可以遇见其他女人 你也可以遇见更好的男人 第三是安慰 这世间死心塌地爱着林书的 就是霓皇和公宇了 她倘若战死 这两个女人变成了最懂彼此的人 也能互相慰藉 不会让她们满心苦闷 无处发泄 相爱的人最懂得失去的感受 公宇这一出现 霓皇应该也能放下了 公宇一生洁身如玉 虽然身负血海深仇 却总能把梅长苏的事情放在首位 她痴情又懂事 和霓皇相比 虽然败在了出身和先后顺序上 但公宇也是值得被爱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